有炸 没有老鼠炒面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人家是上街了 咱们跑这吃饭了 餐厨那哥有一个多小时了 都差不多 有我们海酒吗 家里坐不住了 外边吃不到 一个人吃不了 我两个人吃 我问一下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郑州 你们也从郑州 导演 哎呦 这冒尖啊 你看看这一盆 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吃吧 它是虚膏呀 还是说它就是分量比 别的炒面要多得多 分量可以吧 这多少钱一份 百多十七 这真的很像散热 又短又细 看着又脆 它口感怎么样 还能嚼出那个脆声吗 可以可以 这味道你都尝不出来 用油炸 它过一下油 有嚼又香 这可跟我平时经常吃的炒面 看着不一样 我说什么 很晚的 但是这边上怎么看着 就跟炸干的一样 这就是炸的 你不是说这是软的吗 干点它是用锅一样 可以把这个炸 特别油香 但是拌着蔬菜还挺脆的 又薄又细又短 它很像零食 不太像我们常规意义上吃炒面的那种 就一嘴下去满嘴 都是那种面条感 它没有 你敢吃不吃 哈哈 来一盆我看 好像都是一份炒面一碗鸡蛋囊 对 都兴了 那油呢 你家买个烧饼尖 弄油炸一盒就可以了 烧饼 夹肉 他们管这个叫烧饼尖 鸡蛋汤也是老吃的味道 太多 原先放的豆腐干什么的 是之前小时候的味道 你们这个店是哪一年开的 跟爸那一年开的 咱跟爸显现个好处的 跟家庭都接着干了 所以到现在有三十年吧 就跟个人口味的吧 脚肉就是脆一点 脚香酥脆 但是它不腻 然后软的就是软和一点 就比较适合老人家 但是有些老人家 他吃脚的也多 这是国家的老是 极其压着面条 老是极其压着面条的筋道 它不断 你能想象他们这 就是炸面条 得专门雇一个人来干这个活吗 这炸完真的像伞子了 叔叔 炸完就说脚你尝尝 这吃的就是脚的 这个炸脚的 不行 比方便面香 这东西到嘴里就酥掉了 完全变成粉末了 我很难想象 咱们吃的炒面 是用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但是这已经开始炸了 就炸一样 咱头发就折出 老是脱了就折不脱了 炸了两面几碗就可以 就不弄死了 还是几碗就碗了 我看你刚才还就是 均匀的给它铺开了 铺不开的话 它这个炸不透 如果这两个东西摆到你面前 你压根不会猜到 它是做炒面用的 生面过油炸质 是炒面酥脆口感的关键 而在面条炸好控油的同时 师傅这边就开始炒料了 将肉丝和豆芽加味 炒出香味之后 盐汤带菜浇在上面 盖盖转锅 加热焖熟即可 如果炒面要吃脆的 就简短这样的操作 直接拌开成盘 如果是多转几圈 汤汁散发的蒸汽 就会将面条焖软 形成炒面软香的口感 脆版的炒面 还有鸡蛋汤 我们都上齐了 听到没 这个东西就是咸版的 细小版的伞子 配这个豆芽和韭菜 简单的一些搭配 但是口感上就是那种酥的 配着清脆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炒面 特别有特色 软的也来了 就乍一看 你感觉这俩是一样的 但其实 这个会更短一点 它为什么短 就是因为它太酥脆了 在翻炒的过程当中 它就直接断掉了 然后这个看上去 就会更油润一点 软的也不是完全湿搭搭的 它也是带着一点脆口的 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炒面 但是比那个会更薄一点 然后更够味儿一点 我们来一口鸡蛋汤 你看给的料多足 除了鸡蛋 还有腐竹 黄花菜 豆腐干 韭菜 木耳 番茄 它里面放的那个胡椒粉 恰到好处 很开胃 但是也不会过于辛辣 鸡蛋的鲜香味很明显 然后番茄在里面 就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也很中和 一湿一干 就这样组合在一起 味觉上的享受 是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